我们常说大华府华人人才积极,藏龙卧虎 没错,除了那些卓越的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之外 一大批紧张忙碌的身影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优质周到的服务 正是他们心情的付出换来我们生活美满、家庭幸福、身体康健、安居乐业 为此,我们有义务用自己郑重的一票让那些默默无闻的华人脱颖而出 让那些初类拔碎的华人生意兴隆 让那些无私奉献的华人受到拥戴和掌声 让他们成为社区的开拨 ACM蒙传媒大华府杰出华人榜活动自推出后 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 在这两届评选活动中 我们为大华府社区领选出了几十位各行各业的华人领袖 同时,我们也收获了很多人的赞赏 当然,也有许多人给我们提出了重点的意见 综合考虑了华府各界热心参与者的反馈 ACM蒙传媒决定正式推出2017年度华府十家评选活动 本次评选,我们依旧设立了八个领域 他们分别是房地产、贷款、律师、保险理财、医生、中餐馆、教师、义工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花上您宝贵的几分钟来提名您心中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最终,我们将根据得票的多少产生八个行业的十家 同时,所有的获奖者也将自动成为ACM蒙传媒主办的 大华府杰出华人榜评选入围者 我们之所以举办这样的评选活动 是在培育和鼓励生活在此的华人参政义政 以及参与到公共事务服务的积极性 能够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从第一届杰出华人榜活动中许多提名者的不乐意参选 到第二届参与者们的热情高涨 我们亲眼见证了大家的改变 同时,ACM蒙传媒的决策层也非常重视这项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活动去回馈社区 借助此次活动为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地位提升 起到更多的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将这项活动 打造成大华府地区的品牌活动 借此,我们也衷心地期望 在大华府地区的华人朋友们能够踊跃参与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有意思的活动 也为当今华裔的下一代留下一个榜样和标杆 我们踏足美国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感慨到美国文明程度的发达 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在主流社会中争取到属于我们华人的一席之地呢? 在教育领域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与不公平的待遇 对此我们挺身而出,分庭抗领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工作做到平时 在校委会名单中更多地出现我们华人家长的名字呢? 发生在维州的白人至上活动 也引发了我们广泛的讨论 我们也纷纷出谋划策去缓解这场种族主义的危机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增加参政议政的热情 在政府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在关注我们华裔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顺带去为比我们更加弱势的社会群体发声呢? 发生在今年年初的华人陈建州被枪杀一案 由于我们的团结一致得到了最为妥善的解决 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早日彰显我们的齐心协力 不容侵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悲剧的发生呢? 我们华裔不仅需要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也更需要广泛参与到美国的社会活动中去 为美国的Great Again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与此同时,也为我们华裔社群在美国的发展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本次活动,ACM盟传媒为广大参与者们提供全开放的平台 将与HelloChina.com共同携手开示达地产、长龙地产、 为瑞达斯教会学校以及圣达地产联合推出 欢迎大华府各界人士的参与 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推选自己心中那位杰出的行业领导者 或者极尽所能地来推销自己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了解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ACM盟传媒总结的宣传头 我们要搞的这个活动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我们这个社区的正能量 因为在这个社区里边有太多让我们感动的故事 有太多特别优秀的人才、精英 那么我们举办这个活动通过八个行业的评选 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 让那些曾经默默无闻我们奉献的那些人 能够得到大家的掌声 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同时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评选活动呢 能够告诉我们的孩子 这个社区是有温度的 那些优秀的人呢 接触的人大家是看得到的 所以说希望每个同胞能够利用你手中的一票 能够郑重地选择你心目张中的英雄 最后把他们请上我们的舞台 接受大家的掌声 让我们的社区变得特别有正能量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